在通宵漁港的周邊 最近有罕見的交客來訪 是芬蘭國鳥 黃嘴天鵝 出現在餘溫養殖專區 疑似是跟隨家族遷徙 往日本還有朝鮮半島過動途中 迷航落單在臺灣苗裡 有不少的愛鳥人士 紛紛前來喬勝 就是要來捕捉難得一見的交客 一隻大天鵝站在餘溫 儘管寒冷海風陣陣吹來 但他依舊穩如泰山 吸引眾人目光 大天鵝不時搔養整理羽毛 以下又展翅拉筋 甩頭白尾 肢體語言豐富 模樣超可愛 這隻黃嘴天鵝 嘴黑嘴雞出現大面積黃色 雙翼展開兩公尺 體型高大 牠可不是普通天鵝 而是芬蘭國鳥 棋棋地在歐亞大陸 冬天時會整局 遷徙到日本或朝鮮半島 疑似迷航落單 最後留在臺灣苗栗過冬 或許是氣候的因素 然後他們失散了 在通宵的另外一處 也有發現另外一隻 經過專家評估 迷航天鵝大約只有一歲 還算是幼鳥 由於真的很罕見 吸引大批愛鳥人士前來拍照 一度讓現場出現了相機炮症 預估等到明年春天 整群天鵝將重返歐亞大陸時 這落單的幼鳥 就會再次跟隨鳥群 而這幾個月 民眾如果前往欣賞 務必要保持距離 千萬別嚇到難得一見的教課 記章節苗栗報導